请大家看经文 是第188页 妙凝说咒 二者由我文书 脱出六尘 而声痰漫 不能为爱 故我妙能 现一一凝 重一一凝 其形其咒 能以无畏 书知众生 事故十方 微尘各土 皆明我为 师无畏者 这里是第二科 说咒不思义 是讲观世音菩萨 正得这个 圆通本根 重启 起大用 正得三十二应 十四无畏 四不思义 这四种 的不思义 第一就是 现形 现容 不思义 我们上面 已经是讲过 观想菩萨能够 现很多个头 很多个手臂 乃至很多个眼 所谓表示 表示菩萨正得这个三德悲壮 就是菩萨一种 现的 这种 难用 而不思义 现在我们讲到第二种不思义 就是说咒不思义 讲那个咒 就是咒语 咒 也可以叫做真言 所以物宗 它是专持这个咒 也可以叫做真言 而藏经里面 讲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咒 是最多 而我们通常 最知道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 观世音菩萨 不单止它 是能够诵大悲咒 还有很多个咒 能够诵咒 就是菩萨 用这个口叶 以这个咒语 令到众生 是有求 必认 亦可以说 脱离的部位 所以他讲的咒 是不可思义 现在讲第二种 二者 就是 就是说 四不思义的第二种 由我文书 脱出 六尘 这两句就是说 他的修正 由我这两个字 这个我 就是观世音菩萨 自己称自己 自称自己 由我观世音菩萨 文师 就说 从文师修 因为反文 文字性 是观世音菩萨 是观照这个耳根的文性 脱出 这个六尘 那耳根的文性 是能够脱离 这个 生尘 其的五根也都是超脱这个五层 也就是说六根是超出解决了这个六层 不受六层的蟹褐 在我们凡夫 终日都是受到六层的蟹褐 眼就是受到色的蟹褐 耳就是受到星的蟹褐 乃至到耳有受到这个发尘的蟹褐 观世音菩萨从耳门修正一解脱 这样就是六根刀解脱 所以一根反弦六根刀解脱 所以就是六根是解脱超出六层 而声道换这句就是 譬如六根超出六层这种的境界 是怎样的呢 就好像这个音声 是度过这个长换一样 好像我们通常说话的音声 这个长换是不可以格置的 这个音声 它可以超过这个层 除非现在或者特殊的设备 是有格声的板 或者这个墙 是很密实的 隔离了房间 就听不到隔离房间的说话 在我们通常 好像另一边说话 隔离的房间都会听到音声 那就好像那个声 能够度过长换 这句是譬如 就是譬如六根 这个换就是长换 就是譬如六层 我们上面有说过 六根能够超出六层 也就是好像音声 能够超出这个长换一样 音声超出长换 就不受这个长左隔 不受长的阻碍 所以不能为外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身修正 他的六根能够超出六层 就不受六层的障碍 故我妙能 现一一形 重一一就 由观世音菩萨 他有证到这种的 不可思议的体 他能够超出六层无障碍 所以他说 故此我观世音菩萨 就是一种微妙的功能 可以现一一形 就可以现种种的身形 比如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受到六层的阻碍 我就是我 不可以现第二种的形 就因为被这些陈所 阁外 观世音菩萨 他六根之声 已经超出六层 所以就不受这个六层所障碍 何以呢 是自由而现种种的身形 所以就有另一种微妙的功能 现种种的形 又可以中一一的咒 就可以讲出 很多很多的物与物咒 那现一一形就不单止是现人的一一形 是包括十二类众生的身形 他能够现 也可以中一切的咒 而观世音菩萨所中的咒 不但是人 是得到这个咒 可以解除灾难 而其他二类的众生 能够听到菩萨的咒 也都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其形其咒 就能以无畏施之众生 众生在于部位之中 有众生能够中菩萨的咒 或者是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现形 而能够在 观世音菩萨的身 以形之中 他的口的物耳 就可以从部位之中 得到无畏 观世音菩萨也都以 无畏施给众生 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说明他的说咒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能够说咒而不思议 就是六根超出了六层 事故十方微尘国土 皆名我为师无畏者 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后面的结 因为这个缘故 十方微尘国土 就是指这个世界的港宽 不单止这个娑婆世界 可以感受菩萨的私无畏 在于十方而微尘数的国土 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恩词 给他得到无畏 所以十方微尘国土 所有的众生 都赞扬观世音菩萨 都赞扬观世音菩萨 称观世音菩萨叫做 师无畏者 因为观世音菩萨能以 无畏施以众生 所以十方世界的众生 所以十方世界的众生 都称观世音菩萨 叫做 师无畏的大菩萨 请大家看经文 三者由我收集 本庙元通 清静本根 所有世界 皆令众生 写身真宝 求我哀悯 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就是 受共不思义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能够 接受无量众生的共养 为什么叫受共不思义呢 现在就说出来 三者 就是四不思义的第三种 为什么这么多众生 是欢喜供养观世音菩萨 由我收集 本庙元通 清静本根 就说他收静 由于我 观世音菩萨 收集本庙元通 元通 就是元满 通而无障碍 一切众生本性 本来是元满 通而无障碍 但是由于 未曾有修的德 所以就是给六尘来遮蔽 不得元通 观世音菩萨 从这个耳门本根去收集 所以得到圆满通达 所以得到圆满通达 不受一切的障碍 不受六尘的障碍 不受六尘的障碍 所以就是没有这个的掩污 没有掩污 就成为清静的本根 也就是使用这个耳根 因为反民 自性 耳根就是清静 所有世界 皆令众生 写身真宝 求我哀问 观世音菩萨 能够写来 这个六尘 因为凡夫 在六根对衣六尘 就是最难写 好像我们眼 是自然的 就要吸取 这个色尘 以 是自然的 要攀缘 这个声尘 鼻就是自然要闻这个香尘 舌就是自然的 要吸取 这个微尘 乃至到耳根 就是要时尚 思想 这个发尘 这样 跟尘尚对 是自然而不舍 而因为自然而不舍 就认为 那个六尘 是好像真宝一样 就是真宝 但是现在观世音菩萨 六根不住着这六尘 是能够写来 这个六尘 菩萨 能够写来六尘 所以也都能够 令众生 写起这个真宝 因为我们住着 这个六尘 就好像爱着 真宝一样 是不是呢 我们喜欢看一切的色 看东西是很喜欢的 我们的耳朵很喜欢听音声 我们的舌 很喜欢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真宝一样 一日少了 都不行 那众生就是贪 这个六尘 难以写来 但是菩萨 他能够 写来六尘 所以就能够令到众生 也都能够写来自心的真宝 写他的真宝来到 要供养观世音菩萨 求我哀悯 就是求观世音菩萨 哀怜 敏怜 要接受他的真宝 好像 我们听 又说是观世音菩萨 的诞神 观世音菩萨 诞神很多都要向 向什么 向香花 买些香花 有些过供果品 好好地向 来供养观世音菩萨 有些还用真宝宝贝来供养 观世音菩萨 希望 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有求必应 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接受你的真宝 那在我们众生就求观世音菩萨 哀怜 敏念 接受我们的真宝 或者有些人说 观世音菩萨是否好像受贿赂呢 因为我们供养他的真珠宝贝 这样很多宝贝的物品 那么观世音菩萨才保佑我们是否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就变成贵赂了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去想 这样去了解 因为观世音菩萨一切都是能够写 所谓他能够写 这个施衣无畏 所以众生是感菩萨的恩 生意就是菩萨 为什么呢 是大德大恩 是如何去报答呢 是自然去筹答 观世音菩萨 所以能够施写一切的真宝 去供养观世音菩萨 讲到一道 我们讲的普门品里面也有讲 无尽意菩萨跡解颈中宝之应乐 价值八千两金 而已知 无尽意菩萨 他能够施写价值八千两金的真宝应乐 是奉上给观世音菩萨 他说仁者吻我等故 受此应乐 请观世音菩萨 你连吻我 连吻我们要受我的应乐 但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在普门品里面也有讲 然后呢 虽然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当时释迦茂尼佛就告诉观世音菩萨 当问此无尽意菩萨 及四众天龙夜叉拳答婆八步等等 受此应乐 那么观世音菩萨 成梦释迦茂尼佛的命令 说应当受他的应乐 是连吻他 所以就接受了他的应乐 但是观世音菩萨受了他的应乐 他就分为两份 将这些应乐分为两份 一份是供养释迦茂尼佛 一份是供养多宝佛探 那么我们要知道 众生能够自然 是施舍一切 因为众生这个慳贪 是最难破的 施舍的心也最难得 但是唯有观世音菩萨 能够感动众生 去破除慳贪 发起你的施舍的心 来供养菩萨的真宝 这种就是由于观世音菩萨 收集本妙元通 他的福德元满 又是观世音菩萨 是能够施无畏于众生 所以众生感菩萨的恩德 自然就对菩萨 是兴起不可施的供养 世间上有很多人 他是不明白的 我求菩萨得到感应 那么我们就许乐个愿 有些就是要三性走肉 有些就是不懂的人 就是要消枝去拜观世音菩萨 其实这些是大错特错 这些是误会 你要知道观世音菩萨是 爱护一切众生 你要答謝观世音菩萨 你怎么可以杀害那些生命 来到答謝观世音菩萨呢 所以有时我们在佛典 有很多人来拜佛 拜观世音菩萨 他们又不懂 以前的人来到拜观世音菩萨 是倘鸡撒雅 找朱利还神 拜完之后就走 因为观世音菩萨 这些是不太好 我们的佛教道场 我们要知道 应该是教人家 你到任何地方 拜观世音菩萨 去到寺院 你都不应该杀之 剖鸡撒雅去拜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它是迟数的 最多你用种种的真宝 去供养观世音菩萨 我们看看经文 那些经文没有说 要令那些众生 用三生酒欲来拜菩萨 佛经里面是没有说的 现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它福得所感 所以令到众生 在这里报菩萨的心恩 就有一种令观世音菩萨 受共不思议 请大家看经文第四 轻共不思议 四者我得佛心 正依究竟 能以真宝种种 供养十方如来 旁及法界 六度众生 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妹得三妹 求长寿得长寿 而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 就是四不思议之中的第四种 轻共不思议 轻共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一方面 观世音菩萨既然具足一切的福 所以他也具足无量的真宝 但是菩萨不是自私自利 自己享受 要将自己所有的真宝 他供养十方之佛 亦都普施一切众生 令到众生是有求必应 这个就是轻共不思议 我得佛心 正依究竟 这两句经文就是说 菩萨收正是收到佛 那菩提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 我观世音菩萨是正得 佛心 佛心这两个字 就是说 他依这个耳门的沿通 反文字声 正得清正的佛声 就是轻佛心 是无二无别 佛所正的心 和观世音菩萨修正的佛心 佛心是平等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 我正得这个是 和佛心是无二无别 所以我正到佛果菩提 我已经是究竟圆满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究竟 他就是成了佛 既然他能够证到佛果菩提 究竟成佛 所以他就具足无量的福德 既然具足无量的福德 就有能以真宝 种种去供养十方而来 众生本来 佛心人人都具足 佛心也是佛性 佛性是具有无量的功德 但是我们众生 因为六根攀缘六层 就好像被一些贼来抢劫一样 抢了我自己的家宝一样 因为受到这个根沉释来扬连 即是说 抢劫我们本有佛心的家宝 那虽然我们有家宝 都好像被贼抢了一样 现在观世音菩萨 证到佛心 所以他自然就具足无量的家宝 就是自己本有的真宝 具足真宝 他还要施舍 所以种种上共十方知佛 如何上共十方知佛呢? 观世音菩萨证到佛果菩提 他在座衣十方世界又示现菩萨身 去供养十方知佛 我们不要以为 观世音菩萨是受了我们众生的供养 而观世音菩萨 他也供养十方知佛 这个供养就是有时的供养 以及你的供养 在时尚上的供养 都是事的供养 或者我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我又没有钱买花 我又没有钱买香 但是我能够 恭敬合掌向着观世音菩萨 恭敬礼拜 这个礼拜 鼎礼观世音菩萨 这个都叫做是供养 你的供养就是仪法修行 叫做你的供养 如果我们听了观世音菩萨 如果我们听了观世音菩萨 好像是怎样去修持 它是反文字性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护众心 那么我们就要学菩萨 以大慈大悲爱护众生 事上能够修涉这个六根 但是六根不能够完全修涉 但是这个耳门 耳根那次学修涉 那你就叫做仪法供养 你能够这样去仪法供养 就叫做理供养 你的功德重大 现在观世音菩萨 他供养十方依赖 观世音菩萨一方面用事的供养 以他的无量真宝 供养十方之佛 同时他亦都医治十方之佛所教导的 依法去修行 亦都是修 这个就是理的供养 旁及法界六道众生 他说不但上共十方之佛 而是还要祭这个十方六道众生 所有的含灵 旁即是兼的意思 这样解 兼及 观世音菩萨也都兼及 他能够供养六道众生 因为六道就是天人 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 有三善道有三恶道 而三善道三恶道 六道众生 就是 最为苦恶 所以菩萨也都以大慈大悲 使导众生 有何需求 菩萨也都能够令他获得疑意 所以 也都私及医 法界六道众生 以下就是 讲众生 需要求 是什么 需要求 而难以求得 最好就是求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具足无量的真宝 真宝 就未必说是 真诸宝贝 即是 如果我们认为难得 而得到的 就等于 是真宝 譬如 你认为金银财宝是最难得 我求到这个金银财宝 当然是得到金银财宝 或者我们求 或者我们求子 是得不到子 求女 我们又求不到女 就是说 我最好 我已经是有财宝 但是我希望有子又有女 那你能够向观世音菩萨求 你得到仪女 就得到仪女 是好像得到真宝一样 有些想得到一个财妻 得到一个财妻最好的 亦都是好像得到真宝一样 或者我们想得到一个好的丈夫 世上人说 最好嫁到一个好的丈夫 如果嫁错了 就一生都是苦恼 所以 女子就希望能够嫁到一个好丈夫 如果求观世音菩萨得到一个好丈夫 岂不是 就亦都是得到真宝一样 那么开心 请大家看经文 耳根与通结那里 佛问圆通我从耳门 圆照三枚 圆心自在 欣入楼上 得三摩提 成就菩提 师为第一 世尊 彼佛而来 叹我善得 圆通法门 依大会中 受记我为观世音号 由我观听十方如明 故观音明遍十方解 观世音菩萨就是依这个耳门耳根 这个怨 那么通 恒常去收 故观世音菩萨 这个耳根与通就是最为殊性 那么我 就是从这个耳门的巨足 与通 上三真实 是圆照 因为这个耳根又圆又通又恒常 所以能够圆照法界的事理 能够圆照法界事理 而正得这个金刚大定 这个三摩 就是圆照三摩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民婚民修金刚三摩 因为我们从耳根 是能够圆照法界 圆心自在 他圆照法界 但是不为一切六尘所障 敢被外尘障碍 不被外尘障碍 所以能够能源于心 是自在 圆心 本来就是我们众生的 攀圆心 现在观世音菩萨 这个圆的心 不受一切六尘障碍 就得到了 自在 因入楼上得三摩提 他说 我如何成就 这个守灵严皇 大定三摩提 即是三摩提 三摩提 就是守灵严皇大定 因为我们就是 初二民中 流亡所 入流亡所 所谓入 因为入楼上 即是说反文字性 耳根的反文字基的文姓 那就叫做入楼 众生的耳根 向外面的音声 分别就叫做出楼 现在观世音菩萨 他是反文文字性 他入楼 忘衣星辰 叫做入楼忘所 因为入楼忘所能够解六结 就正得守灵严亡三摩地 所以成就佛果菩提 就觉得菩提 即是国 正到佛的大觉悟 说我就是以根言通 就是最为第一 就是思为第一 上面那二十四圣各国都说他第一 因为他说第一 就是他自己本人认为第一 所以上面他说 以我所得 思为第一 就是我收这个法门 就认为这个法门最第一 其他 我也不知道 但是观世音菩萨 他就没有说 以我所证思为第一 他就说 我所证这个圆 通常三真实 这个以门言通 就是真正的第一 誓尊 彼佛而来 叛我善得 圆通法门 依大会中 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由我观听十方圆明 故观音明遍十方解 这一段的经文是古佛 印明 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 就是由古佛 观世音佛 印证他这个明 世尊 观世音菩萨 讲完他 这个以门言通是第一 所以称世尊 释迦谋离佛 世尊 彼佛而来 叛我善得 言通法门 彼佛这两个字 就是指观世音佛 因为最初开始 观世音菩萨就说 从无量劫 就是直以观世音佛 他从最初就发这个菩提心 观世音佛就教他从文师修 进入这个三魔地 即是观世音佛就教他反文文字性 收这个与门言通 现在观世音菩萨 他依致观世音佛所教 就是真真正正 正得以门 圆通常三真神 以时观世音佛就要同他授记 那彼佛 这两个字就是讲观世音佛 就是彼佛而来 而来即是佛 叛我善得 圆通法门 赞叛观世音菩萨 他善得这个耳门言通的法门 即是说他修 这个耳门言通 是圣个奇异的法门 所谓用工小 而收获多 因为他能够医治这个耳门言通去修 时间很快就证得这个耳门言通 证到耳门言通 又能够上合下同 所以观世音佛就赞叹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收这个耳门言通 真是适合 所以他善得言通法门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大会之中 即是当时观世音菩萨的座下 仁天大会大众之中 要同他受记 受 即是受而给 这个印记他 叫他做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 我是叫做观世音菩 你修正是同我一样 所以你所正 同我所正一样 所谓施之道合 所以我叫做观世音菩萨 你也应该叫做观世音菩萨 所以受记给他叫做观世音菩萨 同时在大会之中去受记 那就是说 不是施施相受 为什么会在大会之中去受记呢 让那些人 天大众 个个都能够依 观世音菩萨 这样去修学 这个以门言通 知道 修学以门言通 这个法门 是最超胜的 现在 得到佛 同他受记 佛就叫做观世音菩 观世音菩萨 也都叫做观世音 所以就同名同号 在我们中国来说 就好像女子就应该 叠字父亲的名字 不应该叠字父亲的名字 就算是祖父太祖公 有个果字 他都不可以叠字这个字 即是叠字这个字 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西方人就不同 好像现在 伊丽莎白是王 跟着都是用那个名字 父亲是这样的名字 那个儿子也是跟着这个名字 但是 现在佛教 因为他的弟子 修正是跟他师父一样 所以 师父 是这样的名字 他的弟子 也都可以叫这样的名字 这个就是 思思道合 由我观听十方余明 故观音明 遍十方界 在观世音 佛授记 他叫做 观世音菩萨名号之后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就是遍依十方世界 不单止说我们 娑婆世界 是对这个观世音菩萨名号熟悉 那么 另一个世界 十方诛佛的世界 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都是很普遍的 通常又叫做 观音菩萨 这个是简称 其实就是观世音 有些人又说 因为唐朝李世民皇帝 他不喜欢人家叫了 他那个世音 所以简称叫做 观音菩萨 也是为了避免 皇帝那个 李世民的世音 所以就不叫做世音 就叫做观音菩萨 就叫做观音菩萨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没有这种的专制 你叫观音菩萨又得 叫观世音菩萨又得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是遍十方界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这么出名呢 由于我 是观听十方圆明 请大家看经文 于是世音菩萨 依师子座 其五体同放宝江 远观十方微尘尘来 及法皇主知菩萨顶 比知而来 亦依五体同放宝江 从微尘方来 观佛顶 并观会中诸大菩萨 及阿罗汉 临目慈宅 皆远发音 交江商楼 而保思网 恕之于大众得未曾有 一切抱获金刚三门 即时天以百保莲花 青黄赤白 间错分由十方虚空 成七宝息 此疏婆世界大地生寒 驱时不已为见 十方微尘角土 合成一界 凡败歌荣 自然呼咒 这一段经文 是第四科 放肛厌随总印 放肛就是佛厌出一种随相 吉祥的随相 所以他的放肛厌随 总印就是总括 印证二十五位的阿罗汉菩萨等 都是个个都是圆通 也就是说二十五性的修行 是无边 这些是特别的忧 无边 就是没有任何小 没有任何的劣 因为法法都是平等 修行 这个是佛的真性 无疑 方便 有多门 不过是随人 随众生的根性 所修的法门 就有不同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放肛厌随 一种的印 印就是印可 二十二的性 就是二十五门 都是圆通 以时世尊 以时就是当观世音菩萨 说完他的耳门言通之后 释迦牟尼佛在狮子座那里 因为佛所坐的佛座叫做狮子座 因为佛是说法无所谓 所以佛所坐的座就叫做狮子座 好像狮子一样 是无所畏惧 从其五体同放宝光 那就是他现出遂相 是那个事相 来到表示 从其五体 这个五体就是说 四肢和那个头 就是两只手两只脚 加上头 叫做五体 他放出宝光 从哪里放出来呢 就是从头 和两只手两只脚 也就是说 是他的全身都放出一种光明 这种光就是放光 佛本来尝时都有光 就叫做尝光 佛的身体尝时有光 就是颈 上面那一处叫做寒缸 你看佛那一处 多数头那一处 颈的寒那一处是放缸 那一处叫做 放是上放 然后是特别通过五体 放出寶缸 放出寶缸 远远射到十方微尘而来 这个冠字就好像灌水一样 那个水喉那样 远远地射到去 十方微尘素诸佛 以及法王主诸菩萨顶 不但射那些缸 射到去到十方微尘佛 以及在十方微尘素诸佛的座下的法王子 即是诸菩萨 菩萨即是法王子 射到十方诸佛座下的菩萨的头顶 给佛而来 亦 亦 以五体同放光明 从微尘方来灌佛顶 释迦牟尼佛的佛顶 放这些补缸 直射到十方诸佛的佛顶 十方诸佛的佛顶又放光 比诸佛如来 亦都在这里的五体同放光明 亦都是从微尘那方面 即是那个方向而微尘素 那么多的方向 那些光 从微尘方向 即是说 亦都灌射到释迦牟尼佛的头顶 不但灌射到释迦牟尼佛的头顶 亦都并灌回忠 朱大菩萨及阿罗汉的头顶 这个就是事相上 事相即是说 在事情上是看到 但是这种的事相 是表示这么长细 这么吉祥的形象 是有所表示 说 予时世尊 世尊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本尊 亦即是说 上面观世音菩萨修行 这个与门言通的本根 与世尊 就是同体法 这个与门言通本根 观世音菩萨正依无上菩提 好像得到大无畏 那么世尊就在这个狮子座 从其五体同放光明 这个五体就是表示五根 因为从这个耳门言通 耳门正道言通 亦即是说 一根反而其而五根 亦都得到解脱 所以五根 就是全体就是全体就是 全体就是 不外乎就是 眼耳鼻视身耳的六根 即是 耳门言通解脱 其五根也得到解脱 所以就从五体放出这个智光 宝光 即是本有的智慧光明 从这个圆通智慧光明 远远灌到十方微尘之佛 以及法王子菩萨的头顶 亦即是表示 亦即是表示圆通的智慧 是应该人人本具 如果你证到这个圆通智慧 尚以十方之佛 是同等 亦都与诸大菩萨是平等 而观这个菩萨的顶 就是表示 这个是罪尊无上的法 以这个耳门言通去修正 就是以十方之佛大菩萨 是相等 相等的 即是说 最尊的法 可以灌到他菩萨的顶 那 比诸如来 也是五体同放宝光 从微尘方面来到 灌这个佛顶 就是表示 佛佛道同 释迦牟尼佛 他和观世音菩萨 亦都是同证 这个耳门言通 释迦牟尼佛所证的 是观世音菩萨所证的 以十方之佛所证 是平等的 现在十方之佛又回到这个江 那就是佛佛都是平等 亦都可以表示 心佛众生三无痴别 所以就并灌回忠 诸大菩萨及阿罗汉 也即是表示 二十五圣 他所修的圆通 每一个法门都是圆满 是圆满 所以灌到在乎的大菩萨 以及阿罗汉 因为上面的二十五门 就有阿罗汉修 各种的修法 大菩萨各种的修法 现在是引证 他说不单止观世音菩萨 以门圆通 其而二十四圣诸大菩萨 以阿罗汉 都是同证这个耳门圆通 不过各有各的修法门 是不同的 但是所证的 都是圆满 临木慈 丘那种 有 посто的 那些卫 interval 凌书 凌书 监书 凌书 凌书 忌书 Itarach chúng 和 那些坑的水 池沼 就是流出来的水 是流出来的音声 都好像这个愿发音一样 跟佛法音声一样 这一段经文 树木池沼 皆愿发音 表示 根尘色 无论是尘以根 有情无情 都是疑来状盛 上面也讲过所谓 五音即疑来状盛 六尘都即疑来状盛 所以 林木池沼 也是 疑来状盛 它能够演出 佛法的音声 也就是说 根根尘尘 都是圆通 你能够根尘契合 契合在一起 收每个法门都可以 正得这个圆通 教歌相罗 而保诗网 当时释迦牟尼佛放出江 就是照到十方诛佛 十方诛佛的江又照射回来 所以那些江就好像 彼此互交换 互相交螺 好像那些保诗网一样 那些诗 就是形容他的江 闪闪放江 一条一条的江 就好像一条条的保诗 彼此交捷 就成为那个网一样 这一次就是表示 即是是即理 这个江是互相相交 就是是理圆容 是理圆容就是表示 以保诗网 是一种的庄严能够涉化众生 这个诗网就好像 网是能够涉化 由这个佛与他佛 是互相交螺 就是那个智光 是彼此相交 是能够涉化众生 是诗大众得未曾有 当时见到 这种这样的随上 大众都是非常非常开心 这种的见这个法 从来都未见过 所以得未曾有 一切抱获金刚三门 嘴上根理智 他能够见到这种特殊的形象 放光 现实 上根理智 他就是能够抱获金刚三门 发起这个不退转的三门 仆佳是获得这个金刚三门 所谓获得即是说 他对于这个金刚三门 即是以观世音菩萨 民婚民修金刚三门 是能够从这个智慧 你一直这样收下去 可以获正这个金刚大定 从他见到这种的随上 就有这种利益 就有这种利益 因为他是从上根理智 由佛现这个碎上来 这个是座燕 他令他获得金刚三门 即是天意八宝莲花 不但是佛放过 还从这些天那次的雨降下来 这就是说 那个天下的水 不是下雨 这个天是降的雨 像八宝莲花样 那些莲花是有八种的宝的颜色 青黄赤白 间错分柔 降下来的莲花 种种的色都是有 有青色 有黄色 有赤色 有白色 是间错分柔 你又像天意八宝莲花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事相来说 就是好像天空之中 就降雨那些莲花下来 这个天就是表示第一二天 正得第一二体就叫做第一二天 从第一二天 是降八宝莲花 八宝莲花就是因恒 就是依第一二天而起修 这个八种的因恒 而因恒所历的位置 就有四十位的位置 所以青黄赤白 四种的颜色 是表示四十的因恒 四十的因恒 是什么因恒 就是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 住恒 这样就以青黄赤白 表示四十的因恒 从第一二天而起 而起这个万行而所历的住恒 愿朩向地 是 measures through phrase 求婚 可以令恒 Bogiferation 有十度的因恒 就是表示 因为十字 如果望十信 那十字就是果 但是十字望这个行为来说 十字就是因 十行就是果 又十行称为果 也可以叫做因 因为望依十回向 十行就是为因 十回向就是为果 十回向以为是果 但是还有十地 所以十回向就是为因 十地为是为果 十地为虽然是果 望依佛果菩提 十地为仁救是因为 以佛果先依是果为 所以因因果果就好像青黄赤白的花 是间错一样 十方虚空 成七宝色 当时使得到十方的虚空 因为有这么多七宝花 有青黄赤白黄白花 那么多 你间错就是虚空 你间错就是虚空那处的降下来 所以这个十方 那个空中就变了七宝的颜色 十方虚空成七宝色 这一句就是表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虚空就是空 成为七宝色 色也就是说 性空 真色 此娑婆世界大地山河 驱视不现 在这个娑婆世界 本来就有山河大地 很多是依正而报 这个娑婆世界有高高的山 有深深的海和河 有很多的人物 有很多的众生 但是到这个时候 这个娑婆大地山河 就都是好像隐藏 是不出现的 这些表达 就是表示 色即是空 娑婆世界大地山河 本来就是无量的色 但是驱视不现 就是色即是空 也就是说 性色真空 是表示 性空真色 性色真空 为见十方微尘国土 合成一界 证到这个圆通的果 就是唯一清静的法界 所以只见十方微尘国土 十方微尘国土 本来各有各的界限 各有各的国土不同 但是 但是 现在十方微尘世界各土 打成一片 合成一界 即是到这个时候 正倒言通 就是唯一的 一真法界了 唯有一真法界 凡拜歌泳自然呼咒 好像在天空自然有这个凡音 拜就是音乐 凡拜 就是说清静音乐 呼即是说 歌声唱出来使得人家唱 是自然在空中会就出一种音乐的声 这个是表示圆通的法乐 圆通 这种佛法的音乐是自由自在 是无作无为 好像凡拜歌泳自然呼咒 也就是表示 二十五姓港元 这个圆通 大家都一齐 很高兴 所谓 所谓 世尊 以及诸大菩萨 都是很庆幸 乃至十方微尘诸佛 以大菩萨 也都很高兴 所以 这种法乐 自自然 就就出 这一段 就是 放肛言遂上的总印 讲到这里就是讲完 在这里就是 很多谢大家 听过观音菩萨 《二门言通章》 我这些稿来说 是闻身法师所讲的 我将它复出来 是和大家分享的 现在我们大家来回向 愿意似功德 抱及一切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美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